大家好,我是陈志娟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到愛惟區這邊 跟大家分享我在台大諮詢系的一些學習經歷 那感謝台北的周品祥女士 她想要跟我們分享一句話是分享與傳承 那這邊的話是我今天的目錄 一開始我會先自我介紹 然後再來介紹一下台大 然後還有我們的資訊系是在做什麼 那因為我認為Compure Science 就是電腦科學這部分 其實應該是各大學可以通用的 所以我想要把這邊獨立出來一塊來講 那之後我會介紹台大諮詢系的課程 還有我在學什麼 還有當然還有一些特點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個人的一個 課業的學習經歷分享 那當然因為我這樣四年 念下來我有一些學習的心得 就是可以有一些小秘方可以分享給大家 那再來的話是比較輕鬆的部分 我會講解到說 我在系上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那還有我在大三進入專題研究之後呢 我做了哪些事情 那當然還有除了在系上以外 我在台大其實也有參與一些其他的活動 會一併分享給大家 那最後的話呢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未來的出入是哪些 原始職工系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有非常多不同的出入 那再來就是如果你今天對資訊系有興趣 然後你想要開始學習寫程式的話 那我有一些推薦的部分可以讓你來做參考 那最後就是總結 那一開始呢當然就是自我介紹 那我就是資訊系的學生 那背景這張就是我們資訊系的一個照片 那首先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我這個影片其實是非常主觀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對資訊系有興趣的話 那非常歡迎可以多看幾個影片 首先呢我是台中人 然後是由台中女眾畢業的 那我進入資工系的方法是用學測申請入學的方式 那資工系在學測申請這邊呢 你可以選擇在第二階段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是要程式還是要數學 那雖然我在高中的時候其實有學過程式 但是我認為我的程式並沒有好到 以及穩定到我可以利用考程式的方式來進入資訊系 所以我那時還是選擇了考數學這個方法 然後也跟道科人一樣 都是選擇考數學的方式進入 那為什麼會選擇資訊系呢 那其實理由非常非常的簡單 其實因為我覺得很酷 就我覺得像這樣黑黑的畫面 然後這樣打字 然後很快 然後可以寫出一字程式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帥的事情 那基於一模一樣的理由 我在高中的時候就是加入電腦演習社 那我在加入的時候 因為就有學會要寫程式 所以我那時候也有參加那個能力競賽 然後我是報資訊組的 那那時候呢 因為我報了這裡 所以我就認識了全國各地的好手 然後我那時候我也就會發現說 他們很多人都是非常非常聰明 然後也非常非常熱愛 然後寫程式的能力就非常的強 所以相較起來 我覺得我自己其實是比較沒有天分的人 但是我依然還是非常的熱愛資訊這一塊 所以說我在填大學資訊的時候 我也就只有填台大資訊系 那就還蠻幸運的也上了 那之後的一些比較輕鬆的分享 大家就會發現其實我是一個外物還蠻多的人 那我覺得這可能跟我的個性是還蠻活潑的也有關係 那首先呢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台灣大學 那我覺得台灣大學非常重要的優勢 是我們的資源很多 像這張的照片背景 它是台大的總圖 那我們總圖裡面就有非常豐富的藏書 然後期刊論文等等也都有很多 像我們平常做研究的時候 可能就會需要說 看看說現在的人最新科技是做到哪裡 然後以前人是怎麼做的 那我什麼地方可以改進或是我可以利用的地方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學生非常需要大量的論文跟期刊 可是因為台大是都有花錢去購買這些版權 所以我們都在台大裡面是可以非常輕鬆的 找到你想要找的東西 那再來的話呢 因為台大是一個完整的大學 所以我們的科系是非常的多 那社團跟通識也是非常的多 那這麼多東西有什麼重點呢 是因為我認為說你可以藉此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因為雖然說平常在資訊系是很開心的 你可以跟同時性很高的人 彼此切磋你的專業技能 但是當你到不同的科系 就是不同的科系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哇我原來我們彼此之間的思考 看事情的角度 其實很多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或是對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觀點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學習到尊重 然後也可以了解到說 這世界上有很多不一樣的人 那再來比較輕鬆的話 就是我覺得台大其實地理位置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一出去就是公館站 三號出口就非常的方便 然後以及台大這邊食物很多 因為公館算是一個鬧區 像我們就有公館夜市 然後還有香煤餐廳 然後還有叫118的一條巷子 有很多食物 那當然還有很多咖啡店 所以說基本上從很便宜到非常貴 然後從甲抽包到精緻的食物 其實是都有的 那再來的話我覺得台大非常的適合跑步 因為我平常是以跑步來做為我的運動 那像台大每年的揮舉 不然校圓馬拉松 它就是一個5K的路線 那當然你也可以繞著超長的PU跑道 或是去重訓室跑跑步機等等的 那當然重訓室那邊我們有很多其他 重訓器材跟游泳池等等 其實設備都是很好 再來的話就是再來介紹我們台大資訊系 那這是我們的地圖 那大家可以看到新興的地方就是我們系管的位置 我們有自己的一個系管 那我們系管位置是比較靠近台大的後門的部分 那資訊系呢我們是隸屬於電資學院 雖然說我們叫一個學院 不過其實我們只有兩個科系 一個是電技工程系 另外一個是資訊工程系 那我們系相較於其他台大的科系來說 算是年紀很輕的 那這其實也跟Computer Science發展畢業 並沒有很久 算是很新的學科系有關係的 那我覺得我們系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是我們學生空間是非常的多 可能是台大裡面平均下來的話 每個人可以擁有最多的學生空間 應該是我們系 那我們系算是說其實只有移動 然後學生人數很多 可是我們系上教授願意把一些很多空間 讓我們學生來自行使用 所以舉例來說 我們系上的那一棟裡面 整個地下室其實都是我們學生 可以自行來規劃利用的一個空間 所以系上教授其實是給我們很大的自由度 那除了地下室以外呢 我們還有電腦教室跟實驗室等等 都可以來利用 那這邊的話就給大家看一些照片 那我們左上角是其中一間的電腦教室 我們有很多間 那右下角是我們平常上課的地方 階梯教室 那右上角的話看到很多娃娃的地方 是我們其中一個實驗室 那我平常在寫程式的時候 都會習慣抱著一個娃娃 我們有很多公用的娃娃 那左下角的話是我們的系熊 它是某一任的系主任所提供的熊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正在看Paper 就坐在椅子上 像我們一二樓也充滿了這樣的椅子 那你平常可以坐在這邊呢 跟同學聊天啊 然後討論作業等等都非常適合 那再來的話我們系上也是屬於資源非常多的 像是我們可以利用的列印啊 不用走到記憶中 就可以在自己系上列印 然後我們也有很多豐富的教學資源 然後像我們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一個系棍 就可以把教科書放在系上就可以了 那像這張照片的話是我們的機房 就是我們系有自己的一個工作站 然後這個工作站其實設備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就可以幫助你的學習 那再來的話 就是資訊系的教授其實都是非常的親民 就是像我平常可能走在路上 然後看到教授就很開心跟教授說 嗨 那老師就會很開心的回應說 你嗨等等的 那還有像是我們平常 就感覺比較像是大哥哥大集結這樣 就你可以跟老師聊天 不管是學業還是人身上的問題 都可以跟老師討論 然後像是有時候我們系上會舉辦一些西屋會議 那可能你不認同教授的發言 你就可以勇敢舉手說 老師我不認為 我認為我們學生想的是這樣 就可以很直接的都跟老師講老師 其實他們都會接受 然後他們也非常重視我們學生 真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這是資訊系 非常非常我很喜歡的一個地方 就教授是非常為了我們學生著想 那再來的話 可能是某些人會很在意的男女比 那我個人是認為不算太慘了 那這邊是一個大致上的數據 他可能沒有很精確 不過大致上不會差太多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台大61個科系裡面 我們資工系是男女比是第52名 就雖然說好像沒有很好 但也不是最慘的 所以其實是還可以啦 因為我們每一屆帶來 似乎有20上下的女生左右 所以女生也沒有真的很少 那有些人就會看到 像我平常可能去剪頭髮 他會說你女生念資訊系 那一定很好 因為有很多男生 但其實我覺得並沒有 因為寫程式的話 他也不會因為你是女生 他就變得比較簡單 所以你還是要花上非常大量的時間 然後來學習 所以我覺得其實並沒有到赤相 因為男女頂這一點 但我認為女生其實是很適合 念資訊系的 因為我一直認為女生的邏輯思考 一定不會輸給男生 但我們在資訊系裡面 其實有時候是需要不停的學習 然後還會需要一些很細心啊 然後等等這種特質 我是認為是很多時候 其實跟女生的特質是很相符的 所以我認為女生是非常適合念資訊系 那再來的話我會講一下 整個computer science的部分 那一般我們講到computer science 我們就會想到程式 也就是coding 那現在因為現在是一個很夯的學科 所以網路的資源非常的豐富 不管是英文的還是中文的都是 所以你要自學 其實一點都不困難 但我覺得他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他其實是義學男精 然後打個比方 好像英文作文 在我們國小剛學英文 可能學一個學期 你就可以用從道理簡單去講一下 我的一天是怎麼樣這種作文 但當你要考執考 所寫出來的英文作文的等級 跟你國小剛書寫的等級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寫程式也一樣 你要學會寫程式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但你要如何寫出一個好的程式 那就是完全另外一件事了 那我在computer science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特質 我應該可以這樣講 就比方說像是 課業一定會很繁重 因為你要學的東西非常非常的多 你要具備的能力 還有你的背景知識都要很大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你要一直面對你的電腦 也是面對機器的部分 可能每天只會有很短暫的時間 是開會討論等等的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都是面對你的機器 與人相處分就很少 所以也會有人因此認為他其實是枯燥的 然後再加上呢 我們程式其實是非常需要邏輯思考 那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演算法 然後你要思考怎麼樣 寫出一個好的程式 然後怎麼解決問題 那這些問題其實通常很多時候都是監設難懂的 然後還有再來一個重點是 其實computer science是屬於變化非常快速的一個領域 像比方說以手機好 可能每次更新的時候在使用者幫 會覺得好像差別沒有很大 但是其實可能在背後我們寫程式這邊 其實它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就要不停的學習 然後來因應世界的潮流 那雖然說好像講了這麼多的缺點 但對我來說我覺得這些也很有趣 因為你會一直都有挑戰性 然後你可以不停的學到新的東西 所以說我覺得要要念資訊系 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有熱情 因為他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有認識到很多資訊系的同學 其實他念到後來是念不太下去 然後可能就比較算是應付的方式 想辦法讓自己畢業 或是就轉系轉到其他比較有興趣的科系 那我有認識一些可能大一剛進來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很普通 但是經過大一大二這樣學會越來越的東西之後 突然打通任多惡脈 覺得啊資訊其實太棒了 那不管哪一種我覺得其實都要找到自己一個熱情 然後來支撐你繼續的學習下去 那再來的話就是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Compute Science的領域其實非常廣 因為寫程式的話比較像是你的一個武器 你可以利用這個工具 然後來做生物方面的 醫學方面的 然後是人機互動等等的 其實都是屬於Compute Science的範圍 你可以利用你的能力 你的學會的東西 然後做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其實不要畫地自線 你也可以開創出一些很多的可能 那再來的話是介紹一下 我們台大資訊系的一些課程 那台大資訊系的課程主要上什麼呢 基本上我覺得就是上 你的整個Compute Science的所有的知識 所以我們會從底層 然後到很高階就是應用的部分 然後我們會整個全貌會跟你講 那這些目標其實就是同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分享出來的同學 都是一個優秀的資訊人 那可以寫出設計出一個好的程式 甚至可以算是發明 然後開展出一個更好的東西 然後把整個資訊 以人類生活的往前推向一步 那優秀的資訊人 那現在的話你要成為這些的話 你可能要有一個好的演算法跟資料結構 然後你要有計算機結構 然後還有Compiler 就是編譯器等等 這些是很大量的知識 然後才可以一點一滴的累積而成 然後你才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資訊人 就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可以寫出一個很棒的英文作文 然後在我們資訊這邊 就可以寫出一個很棒很實用 然後真正可以幫助人類的一些軟體程式等等的 那再來的話講一下我們系上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系上的課程 理論課程算是蠻多的 一部分也跟我們是研究型大學其實是非常有關係 那我們系上的話是必修課非常少的一個科系 但是選修課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說我們必修學分很少 但是選修學分很多 那因為資訊我剛剛講過 我們領域其實是非常廣 然後所以說我們選修課的範圍是非常廣 就是幾乎是各個領域都有 那這時候就可以看每個人的測試 有些人是喜歡每個領域都修一點點 那我現在喜歡專精一個部分 然後把那一區的技能全部點滿 然後就會成為那個領域的專家 那其實就是看每個人的選擇 那再來的話 因為我們資訊領域的變動非常快速 所以我們課程其實是與時俱進的 所以說教授們會不停的修改他們的課程內容 然後來配合世界加 比方說我新的技術提出來 那我們就會把這個加入課程裡面 那相對於其他一般的學科來說 其實資訊系是非常重視你的實作能力 因為你可能了解一些理論 但是你寫不出來的話 那也是沒有用 所以我們是非常注重實作能力 那舉例來說的話 可能一門課它的評分標準就會像這樣 只有20%是考試 就跟很多可能期末考定生死那種 科系是不一樣的 我們其實可能考試只會在20% 然後作業是30% 那專題的話50% 專題的意思我通常是叫project 那就是你最重要你要利用你整門課所學 然後加上你自己有一些創意或想法 然後設計出一個程式 一個軟體出來 那或是一個報告出來 那就叫做專題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說實作的部分是佔非常的大 那其實它就會有一個缺點 因為可能是 因為我們作業跟專題都很多 通常專題可能才要做兩個禮拜到一個月的時間才可以把它做完 所以說像我們平常 學其中的時候 可能其他人都會比較閒閒的 但是我們戲就會是每個禮拜都會有作業 然後就這樣排山倒海而來 然後可能比方說什麼 每個禮拜都要熬夜一天啊 或是每天都要很努力寫個三四個小時的作業 那才有辦法完成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但你也可以從中學到很多啊 因為當你實際去做的時候 我才是真的學到一件事情 那再來的話 我就要分享我個人的一個學習的經驗 那我在大一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非常挫折 那我在高中算是還蠻幸運的 就學課能力算是吸收很快 所以不太需要念書 就可以考到很好的成績 但我上大學的時候就是完全不一樣 我還印象的深刻是 那時候我們西上有一門課是會考三次 因為它屬於大一比較理論的課 那那時候我第一次考試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考完試出來 我就崩潰了 因為我覺得說 其實我可以感覺出來考卷沒有考很難 但是我可以知道說我一定考得很差 因為我很多我以為我懂了 但是其實沒有懂 然後我就非常非常難過 那相對起來我就覺得非常不甘心 就覺得說我怎麼可以就這樣失敗了 所以說之後呢 我就開始調整我的念書的方法 因為我就發現說 好吧 那可能是我天分不夠或太笨 那或是花不夠多的時間 那可是我還是希望我可以把它學好 所以我就一直調整我的念書方法 那方法可能就與人討論啊 然後我就每一堂課 我課後是真的有很紮實的複習 那有些部份還會去詢問小老師 不管是學校的小老師 還是系上的小老師等等的 那我真的花了蠻大量的時間 那我這樣話當然是有捨有的 捨卻話當然是可能一些比較娛樂的部分 我可能就有一些活動沒有參與到 然後或是跟同學的相處 就可能相處就變成都是在跟教我作業等等的 但有的話是我真的學會了這個東西 然後我也非常享受 就可能一個事情我原本是都不懂的 然後我想很久很想很久很久 然後當同學一提點我 或是我突然靈光一現 然後我突然懂的那一瞬間 其實是非常非常開心 就你會覺得啊我終於懂了這樣的感覺 就我很享受那個過程 那再來的話就跟大家講說 就我這樣下來 我有什麼一些學習的小祕方 就首先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厚臉皮 因為很多時候其實像 我覺得是台灣學生都會有這樣的感化 就是你可能不太敢問問題 會覺得說我這樣是不是很笨 然後會不會打擾別人 就會覺得對別人不好意思 然後花時間來問我 來教我 但其實我覺得 其實不用 因為你就多餘人討論 因為問到的話就會是你的 但你沒有問到也沒有損失 但你看你問到就是你 你就學會了耶 所以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在資訊系裡面 其實你當與人討論的時候 不管是教的人還是被教的人 其實都可以學到非常的多 那再來的話就是你要有一個 隨時提醒自己 我一定要不停的在學習 你要有很強的自我學習能力 因為我們的變動真的很壞 所以你要隨時保持警覺心啊 像這樣的感覺 你要不停的知道說我永遠都是學不夠 因為世界一直在變化 所以我永遠永遠都需要一直的學習 好 那講完了課程的部分呢 我就來講一些比較輕鬆的 像我們在CSIA 就是在台大資訊系的話 也是有一些比較輕鬆的部分 像是呢我們資訊系其實是有非常多的活動 那我在這邊就列舉幾個 像資訊周 我在資訊周的時候是擔任總召的部分 那我們那邊就會從要怎麼策劃 然後分配人力 然後每個部門要做什麼 然後盯進度等等的 那在資訊之夜跟銀行等等 我就是不要再做美工啊 然後可能稍微演個戲 然後資訊裡的話也是 那資訊裡這邊我就有做很多事 有演戲啊 然後還有主要是幫忙學術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其實是都是非常多彩多姿 然後與人互動還有合作非常密切的 雖然相對來說可能學術部分比較少 但是他也培養了我很多不同的能力 那在於戲上的社團的話 我們戲上的社團主要都是偏運動型的 像可能有戲竹、戲桌、戲台等等 那我在社團部分我是擔任戲竹的經理 然後像這邊的話就是我們資訊系戲竹 然後我們某一年拿著養君的照片 對所以歡迎大家加入台大資訊系的戲竹 那再來的話呢 我也有加入我們戲上的戲學會 那時候我是擔任事務部副部長的部分 那我會參與戲務會議 然後還會舉辦導生會 導生會的話也是戲上我覺得一個很好的制度 就我們每個學期都會照開全戲的人都可以來參與 然後教授們也都會來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面對面 就你有什麼覺得戲上可以改進的地方 就直接舉手說我覺得應該要來進 那教授他們就會聆聽 然後再討論 然後進而修改 那再來事務部的話 我們還有管理學生空間 因為我們戲上學生空間是非常的大 所以就需要總是需要一些規則 然後來維護 那再來的話講一下 因為是專題的部分 我們戲的話是非常重視這一塊 所以像你是從如果你想要的話 你從大二就可以開始休息專題 那我的話 我是從大三的話 開始進入做研究的部分 那一開始的話 就是從眾多選修課裡面的其中一門 他叫做數位影像處理 那從這邊之後我就發現 欸我對這個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呢 我之後就加入了影像與視覺實驗試試 跟李明瑞老師來做的專題 那那時候也在很多教授鼓勵下 然後投了大專身國科會計畫 那這樣的話就是你會很有目標 因為我就是要在這個時間內 然後做出一些成果 然後交給國科會 對啊 所以在那一段時間 我也學會了很多做研究的方法 然後應該要怎麼樣來寫一個 嗯 然後你最後的final report 應該是要怎麼寫 我都從這裡學到很多 那再來的話我這邊講一下 我們影像與視覺實驗室 我們其實是在做什麼 那這邊的話是我個人的一個研究 像這邊的話叫做hats removal 就是除霧 像我們平常啊 不是有時候 因為像台灣天氣很差 所以很多時候拍照其實都會有霧霧的感覺 像這幾張其實都是很霧的感覺 但是經由程式一跑之後 你只要輸入單張影像 他就可以把霧去除 變成一張清新的影像 那其實我非常非常喜歡像這一類的 那除了這種之外我們實驗室也有提供很多 跟影像處理有關的等等的 所以就也歡迎大家加入我的實驗室 好 那講完系上的部分呢 我就來講一下我在台大的一些其他的經歷 那首先呢 我有加入了奇巧手工藝社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做一些這種小東西等等的 那這邊後面呢就是我們手工藝社的一些成品 大家可以發現就有串珠啊 勾針紙啊 然後還有縫紉等等的 那我在這邊其實就也學會了很多 因為我到後來也是有擔任社團的幹部 所以從社團幹部的話就要開始採買材料 然後一起討論課程的規劃等等 然後那時候也認識了很多一樣手工藝的愛好 所以平常也會約出來討論 然後會一起做手工藝 就過得非常的愉快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 我的話也有在參加了學生代表 那學生代表我是擔任電資學院的學生代表 他是學生代表是以學問為單位 就每個學院都會有不同的學生來當作這個學院的代表 那主要的工作就是監督學校跟監督學生會 然後為學生們爭取權利 那在這邊的話 因為學生代表是投票選出來的 所以在這裡的時候我就遇到很多很有理想抱負 然後很多很厲害的跟我非常不一樣的人 像是管院啊文院還有社會學院的學生代表 我覺得我在他們身上都學到了很多 然後也很感謝自己 當初我到學生代表這邊看到了很不一樣的世界 那再來的話就講一下資訊系的一些未來的出入 那再來是很多大部分人都會選擇 其實是念完台大資訊系之後會繼續升學 那有你可以考慮國內國外所班或博班 那我想到分類可能就是考慮國內所班 就是從台大資訊系然後到台大資訊所 但是當然也有很多人是去國外所班念書 因為其實美國的就業環境 老實說還是比台灣好很多 那當然也有很多在大學就覺得啊我覺得做研究很棒 所以他們就直接到國外的國外去 那我覺得跟其他科系不一樣的話是 台大資訊系其實要到國外念書 是相對來說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Compure Science其實是一直都很確認 然後當你在我們系上做一些專題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些成果 那你在申請國外的時候也會比較容易 那除了升學以外當然還有就業 那這邊的話我是拿了 U.S.News的一個排名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在綜合排名的時候 就前100裡面 前10名裡面有三個就是Compure Science的 資訊的相關的產業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不是只看Besting Job的話 那我會發現說有1.2其實都是我們資訊系的 那資訊系不管是在台灣的就業 還是在美國或是全世界 其實都是非常容易可以找到工作 因為永遠都很確認 然後而且其實我們也不需要什麼英文的門檻 因為像是假設說像我當初去 有考慮要不要去歐洲工作 那我那時候也有跟他們HR聊過 他們認為說就算我不會歐洲當地語言沒關係 因為我會寫程式 我沒有程式語言我共通的程式語言 然後加上一些平常生活可以用的英文其實就夠了 就你不需要很多說我一定要學會說精通當地語言 才可以去那邊工作就不用 然後在就業的話也可以看出來說 雖然都是寫程式 但像剛剛我列出來其實就有很多不同的工程師 所以說其實你的發展性是很大的 就工程式裡面還有很多種 你可以挑到你最喜歡的那一種的工程師 那當然除了就業以外 你也可以選擇是創業 就是自己當老闆 你可以想出啊 你有什麼非常好的idea 然後或是覺得為什麼台灣還沒有人做這個呢 或是世界上還沒有人做這個 那你也可以考慮自己出來做 那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念一念就會覺得 嗯好像沒有那麼喜歡諮詢系 雖然會考慮換跑道 那可能就我們戲有些人是成為小說家 然後也有成為美術設計等等的 那他們也都在他們找到喜愛的地方過得非常的開心 所以說這一點我就要跟大家強調是不要自我設限 因為我認為台大學是培養你的人格啊 做事能力跟自我學習 所以說基本上像我覺得台大資訓師算是一個 蠻難以畢業 要蠻辛苦的才可以度過的一個科系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可以存活下來的話 那基本上你的做事跟自我學習能力都不會太差 那你可以了好利用你的這一些更典 然後來創造無限的可能 那最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對資訊系有興趣的話 那如果你想要先看一看 那你可以怎麼樣開始 那首先先跟大家介紹Coursera 那Coursera它是免費的線上學習課程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老師的課程 然後當然你還會有作業 你也可以上傳作業等等的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個學習管道 那我們台大資訓系現在在Coursera上面呢 有兩門課 他們都是中文授課 那一門呢是計算機程序設計 然後另外一門是機器學習基石 那以程式的話呢 他是我們的大一必修 就是當高中生一進來的時候 他第一門學到的課就是程式設計 那他是由劉邦峰老師所開設的 那大家非常歡迎大家來看 特別是高中生 因為那門課就是你進入台大資訓系之後 老師就是這樣上課 那再來另外一門課我也非常推薦 他是我們的選修 不過選修過名思義就是 就是如果你沒有基礎的話看不懂是正常的 就如果看了 你沒有基礎然後看了 反正看不懂的話 就會比較擔心 覺得自己很笨 沒有沒有 不需要擔心 就是如果你加入台大資訓系 然後經過大一大二的磨練之後 你一定可以看得懂 就我們機器學習基石的這個部分 那他是由林軒田老師所開設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這兩個 就可以感受到一下我們 資訓系的老師平常是怎麼樣的來上課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看一些書本 那我的書本的話 第一本是 游騙與學習 他是我們剛剛劉邦峰老師的寫的書本 就是我們剛剛介紹Coursera的課本 那另外一個的話 可以跟大家推薦 有個地方叫做天龍書局 他其實是電腦圖書 所以就整間店都是賣電腦相關的 你可以去看然後找到一本 你覺得寫得不錯 然後可以吸收兩好的書 就可以拿來看就夠了 那再來的話呢 也可以如果有網路的話 也可以使用網路資源 像是有Course過 還有線上課程 然後甚至你可以善用Google 然後就可以獲得很多很多 嗯 不同的學習方法 那最後的話呢 是總結的部分 就首先我覺得台大資訊系 其實是一個訓練非常扎實的科系 所以說在這邊你可以真的可以學到很多 雖然說過程可能會是有點辛苦的 但總結來講 我覺得我這四年其實是過得非常的快樂 所以如果時間倒流的話 我依然會做一模一樣的選擇 就我很開心 其實自己當初選擇了這裡 然後我也過得很開心 那我在資訊系也學到了很多 像是寫程式的能力 當然一定是會有很大的成長 那當然還有自己找檔案的能力 因為其實有時候你為了要寫出一個project的時候 當然老師不可能交付你所有的東西 不可能在課堂上沒辦法涵蓋 所以你課後自我學習就非常重要 但有時候你Google 可能你一Google一個東西 然後就有好幾萬筆的資料 或是算萬筆的資料 那你要怎麼從這些資料裡面找到 你要的是哪一個 然後甚至你到那個網頁之後 還有很多一堆的不同的資訊 你要怎麼從中找出我要的是哪一行 而且你看到那一行的時候你也不可能複製貼上 因為這樣可能會出一些事 所以你還要把它看懂之後 消化完 然後再把它應用到你自己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能力其實是很珍貴的 然後我在覺得在台納資訊裡 你要活下的話 這個能力也會被培養得很好 那再來還有遇到問題時的處理 像我們遇到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覺得你要怎麼分析它 然後呢 進而想出一些解法 我覺得是很珍貴的資產 然後再來還有自我學習的能力 那講了這些之後呢 我還有一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 就是可能是比較general的 那我覺得大學生活是非常自由 那像我們系上是幾乎每一門課 都是不點名的 你要來不來 你要自己決定 所以說當然我認為 如果你可以更善用這個時間的話 因為有些人是屬於自己念會比老師上課 還有效率 那我覺得這樣的話 你自己念也沒什麼不好 但總之因為自己的人生 只有自己可以負責 然後所以說 當你很自由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你當初衷 就我當初衷 是希望可以讓社會變得更美好 那你就要努力的 往你這個夢想的前進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 找到自己的興趣 就折你所愛愛你所選 那最後就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你的生活 Enjoy your lif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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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